欢迎来到Noyantv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王一博被问,如果有女朋友会如何称呼她? 乐华有多敷衍王一博? 无名暴露王一博团队。 如今无名已经上线视频平台了,网播成绩破八可谓是相当不错了。 而当曾经在电影图案看过无名的朋友在去视频上观看时,倒也能发现成尔在其中做出的一些小改变。 譬如叶先生在卡车上笑的背景乐和与未婚妻在一起的音乐也做了调整。 就配乐有时候更注重观众的观感,更倾向使用配乐调动观众情绪,而全新的配乐则完全的冷静,把很多重音符都摒弃了。 一切服务于情节,带有寓意更符合整体影片的氛围,新配乐完全第三者视角的叙述更艺术感,不得不说成尔在艺术创作上的追求是极致的。 而在看完线上的无名之后,有不少王一博粉丝都发现了在最后出字幕时,居然加上了王一博团队人员的名字。 曾经在大银幕的最后,艺人团队之中大家只能看到梁朝伟、周迅、黄磊、大鹏、森博之、王传军、江书颖和张静怡的团队组成,团队人员的分工如何写得一清二楚,可当时在大银幕上是没有王一博的工作团队的。 粉丝们当然不会以为王一博是一个人在剧组呆了那么久,毕竟即使他的自理能力再强,还是需要一个助理存在的。 在这一次的网络上线中,成尔将王一博工作团队人员标了出来,只不过确实没有写明他们的具体职务。 孙乐、李小平、王炎炎、魏庆敏、张辉、江迎贝、李丹、廖培伦,人数倒是不少,可这些人在字幕上连个具体做什么的都没有表明,看着跟王一博耍大牌带的人比梁朝伟都多一样。 实际上,这些人之中除了王炎炎是王一博的保镖,全程跟着王一博在无名剧组拍摄之外,其他人那是根本没有出现过的,都是与乐华其他艺人一起共用的工作人员,负责其他艺人的事务。 而且如果有网友曾经在十多年前追过韩庚,就应该认识孙乐和李小平。 当初在跟着韩庚为韩庚处理事务时就是出了名的公关协调能力不行,曾经韩庚那些小事也因为他们的不作为逐渐让韩庚陷入舆论中心,小事变大事。 当初韩庚的粉丝以前居他这团队居得挺多的,只不过人家线如今依旧是乐华的高层,甚至如今在王一博的电影字幕上还能挂个名。 只能感慨乐华对王一博的不重视了。 因为是曾经陪着杜华一步步走过来的元老员工,所以他们现在成为了高层,即使曾经业务能力不行连累韩庚被韩庚粉丝骂惨,可如今却依然可以在王一博团队中挂个名,即使他们什么都没有做。 那么,杜华对于王一博究竟是个什么想法呢? 说他不在意王一博吧,给他的团队中赛公司高层坐镇,听上去贝尔有面子,仿佛在娱乐圈都能横着走。 说他在意王一博吧,赛的人业务能力有多差他不是没有听到韩庚粉丝们的骂,却依然把这些员工留着变成高层塞进王一博的团队中,着实令人无语。 只是希望他们在王一博这里真的只是挂着名而不是真的处理事物,否则王一博粉丝估计也会不曾经航庚粉丝骂他们的后尘了,因为他们真的不行。 王一博,电影和街舞都是我热爱的,如果能结合,很高兴参与。 近日,由大鹏导演的电影热烈官宣定档。 该电影由黄博,王一博领衔主演,讲述热爱街舞的少年陈硕在人生伯乐丁雷的帮助下面对各种艰难险阻依然勇敢追梦的故事。 在最近的一次巴沙时尚采访中,大鹏讲述了有关电影热烈背后的故事。 大鹏说,电影热烈其实是一部计划外的作品。 2021年4月,亚组委看了大鹏之前的作品《缝纫机乐队》,电影中《追梦》,立志的内核和体育精神很是契合。 于是他们找到大鹏,邀请他拍一部和亚运会有关的电影。 因为当时杭州亚运会还没有推迟,对于大鹏来说,看着每天都在变化的亚运会倒计时时中,他知道这部作品给予他和团队的时间并不多。 所以,刚找到故事方向,他就去见了王一博,想让他演男主角。 几乎没有任何合作的障碍,大鹏说。 王一博知道了大鹏的来意后,说,街舞和电影都是他热爱的事,如果有一件事可以把他们结合起来,自己也很高兴参与。 就这样定了王一博,大鹏接着说,人物,故事围绕这个热血少年展开,剧本顺利推进,一群优秀的dancer加入,黄博加入,一切都水到渠成了。 近日,电影热烈官宣将于7月28日暑期档上映。 前有王一博主演的电影《无名在各领域获得的耀眼成绩》,后有大鹏导演的另一部电影《保你平安引发的社会各界热切讨论》,加之黄博的影帝号召力加持,相信这部电影到时也会取得不俗的成绩。 对于小编来说,王一博、街舞、黄博这几个元素放在一起,就足够我期待这部影片的上映了。 其查查APP显示,近日,海南博远文化科技有限公司经营状态从存续变更为迁出。 其查查显示,该公司成立于2021年1月,注册资本200万,法定代表人为王正兴,王一博与其分别持股60%和40%。 经营范围含营业性演出,演出经济,互联网销售等。 此外,其查查信息显示,目前王一博关联有四家企业,除海南博远文化外,其余三家企业包括上海一博文化传媒工作室,河南地平线文化科技有限公司,天津地平线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王一博持股比例均在60%及以上。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 再见。 7. 14. 5.